我相信在座各位或多或少有忘带钥匙的经历 即便没有忘带钥匙 传统的机械楼道门锁的开门速度也完全取决于硬气 这年头连USB都支持双面插拔了 有的门锁还要凭感觉 你以为你在家里就不用遭罪了吗 可能你在写稿子写到一半的时候就会有人上门 此时我的内心是抗拒去开门的 为了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块ESP01S 这是一个基于ESP8266芯片的简化开发板 只拉出了两个GPIO端口 左边的芯片就是ESP8266 上方为射频电路和板载天线 然后就是一个八角的SPI存储 背面标明了端口定义 可见除了供电串口启动重置信号只有IO0和2 它的邮票板大哥的接口就多了不少 最关键的是背后 给了一个串口通讯芯片便于USB调试和稍写程序 这和芯片和市面上常见的BIOS编程器功能类似 只不过编程器还带来iPhoneC的输入功能 至于去掉就是为了降低成本 毕竟量程产品不需要有USB烧入的需求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更高端的还自带了一块屏幕 先回正题 既然是要接入HomeKit 那么就要想办法让它跑相关协议 运行相关协议的固件已经有开源项目 并提供用于烧录的二斤指纹键 可问题我没有买烧录板怎么烧呢 我的第一反应是直接用夹子去写SPI Flash 但是这个芯片引脚偏短 导致接触不良 完全无法正常写入 最后是找了一块树莓派 进入ESPE的写入模式 从而完成烧录 完成烧录之后会开启一个热点 连接上之后就会提示你配置JSON和WiFi密码 这里的JSON按照项目Wiki 定义了模拟设备的行为和引脚 我们这里设置的是锁机构 这边提供了一个JSON参考配置 第一个T代表类型 锁机构为4 由于我们无法感知门的锁定状态 就需要在解锁行为后3秒自动锁定 后面的0代表解锁行为 G为对应的引脚 这里是4 而我们的继电器用的是GPLO0 所以需要改变 由于锁定行为不存在 也不需要额外的按钮 后面的1和B可以不管 随后就是需要看门镜对讲机的构造 顶上的红线为12V通话线 和最下面的地线短接即可触发看门的动作 不像一些双线门镜需要轻入内部 模拟提起话筒和爱像开门 然后再看接电器模块的构造 它用5V和地线供电 我选择从光猫的USB口拉过来 另外就是接电器的公共角com 和常开NO 常臂NC 由于开门只需要短些一瞬间 那么平时就应该是常开的 所以接在NO上 填完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测试 可以看到这样就再也不用掏钥匙 写稿子的时候也再也不用跑到客厅开门了 本来我想在看Apple TV的时候也能够直接触发开门动作 但是由于TBOS的限制 这项功能并不能达成 另外手表也可以开门 如果你想只带一只手表出门 这样的改造就有必要做 OK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需要的相关软件和硬件我会放在评论区 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帮助 别忘了点赞关注 下期我会聊聊Apple TV搭配新投影的体验 欢迎观看